424頁 早上找完那個 那個那個 現世媒 在切割DNA的時候呢 有它切割的那個缺口 就是切斷的那個 缺口的這個獨特性之後 所以在實基因用面 我們就用比較簡單的 輪廓來去介紹 就是你現在呢 如果想要 把某一個特定的基因 通常這個基因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 外源 外源基因或者稱為外源 DNA 那你想要把它安插到 某一個 本來沒有 擁有這個基因的生物身上 那為什麼會需要這樣子做 如果我們從那個 比較早成功的例子來看的話 微生物有一個好處 微生物因為它的繁殖的速率 其實還不錯 然後所以呢 如果我們現在能夠把 高等生物的特定的基因 安插到原核生物身上 然後利用原核生物來表現出 這個基因的話 呃也許在這個基因的 的蛋白質合成上面來說 會比較有效率 好 所以這是一個可行的目的地 就是利用微生物來當作廉價勞工 好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呢 第一個困難點 就在於 你得先去把 那一個 你有興趣的那段基因找出來 那這件事情 老實說 一點都不輕鬆 因為 以人類的二十三對染色體 上面有兩萬多個基因來講的話 這真的是大海撈真 然後再加上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我們講說 人類的DNA上面 事實上實質有放基因的地方 恐怕那些空間 只佔DNA的5%以下 那很多地方 其實就是空白區域 它就是 也是用核甘酸的排列組合排出來 但那個地方並沒有實質的基因密碼的內容 所以 這種情況之下 要找到一個基因事實上 它是一個很繁瑣 要不斷的去重複驗證 找到之後 確認這個內容有沒有問題 然後 發現不是 然後再修正 所以這一找 萬一不幸的話 搞不好找個十年以上都有可能 好 所以這個是 你有興趣的那段基因 要解決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 課本是不重視這個地方 但你要知道 其實它是有難處的 所以很多人也在找 因為找到的 找到的話 據說 可能可以申請專利 然後據說 因為是你找到的 這樣子 不過會有爭議就是說 是你找到的 這基因就不是你創造的 所以這專利到底可不可以給你 這樣子 所以這地方也會產生一些證明性 所以接下來 假設呢 我們拿那個 胰島素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OK 假設我們有一天終於找到胰島素的基因 那胰島素到底有什麼價值 大概不是 它是治療部分 糖尿病的病人的一個 可用的藥物嘛 那早先基本上 主要是透過動物的內臟 就是胰臟 然後呢 經過那個 萃取之後 可以用來治療那個 血糖調控出問題的 某些糖尿病的病人 可是因為那個萃取過程 雖然這個內臟的 價格其實很便宜 可是那個萃取啊 那個繁複的步驟 會導致這個成本呢 大幅度的提高 那真的不是一般人用得起的 所以它是一個很昂貴的藥物 那幸好胰島素只是一個蛋白質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透過胰島素的基因 然後安插到微生物身上 然後利用微生物的那個繁殖速率的優勢 然後能幫我們大量製造的話 這時候我們就有一批廉價的老公 所以現在問題是 OK 那我們的目標假設就選定 這個利用微生物 假設是細菌 想要利用細菌來幫我們製造這個 胰島素的話 那細菌身上呢 總共有兩種DNA可以選擇 一種的話是 比較長的那個是染色體DNA 但是那個細菌那個染色體這個詞啊 能不用是不要用的 因為它那個DNA 就沒有染色體那個造型 是那個棍棒狀的形狀 所以有時候是直接講細菌DNA 細菌DNA就算了 那另外它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比較短的 大概只有它長度的1%的質體 DNA 所以假設我們現在希望利用細菌 來幫我們大量製造這個蛋白質 那麼兩個可以用的對象 就是你要拿染色體DNA 還是要用質體DNA 那質體DNA的話 它的長度大概只有它的1% 然後上面呢 通常是一些比較屬於獨特性的基因 你看 所以如果選用質體的話 相對於染色體有一個好處 因為細菌的話它跟真核生物很不同的是 它那個DNA上面啊 空間利用率 是百分之九十幾 所以到處都是基因 而且它基因是一個可以接一個的 那我們不是 我們幾乎是電腦過來 所以我們空間利用率呢 遠低於百分之五 所以到處都是沒有意義的地方 就是完全是電腦的 所以如果你拿染色體DNA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到時候 你把目標基因按插進去的時候 可能會破壞其他正常的基因 但這個就比較沒有那個疑慮 因為質體DNA通常帶的是特殊基因 所以就算有某一個基因被你不小心破壞到了 那了不起這個細菌就少了那個特性這樣子而已 所以用質體來做實驗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所以最後呢 他們就決定拿質體DNA 當然有嘗試過也發生失敗了 所以就決定拿質體DNA來當作材料 那因為細菌的DNA是什麼 你不管是藍色體DNA還是質體DNA 它的DNA都是環狀分子 這是一個圈圈的線條 所以如果你想要來個儀化芥末的話 就得先把它切開 OK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這個質體DNA跟外原的DNA 兩個通通都用什麼 比如說通通都用ECO R1 這個限制酶先去處理過 OK 質體DNA用那個限制酶處理之後呢 那個圈圈就切開一個缺口 然後那缺口的兩端 就我們早上那一節課所交代的 那兩端就會留下特殊的黏性端 這時候外原基因呢 假設你妥善處理好的話 我們在那個基因的主要的內容 向前向後延伸 然後去設計出 前面呢 有那個ECO R1可以切的位置 後面也有 所以這樣呢 那個目標基因這個地方的頭尾 也可以產生相同的黏性端 所以這時候再讓它們去做 組合 OK 這時候要弄到什麼效素 處理那個這兩個DNA能夠接起來 用的是限制酶 對不對 然後讓它們兩個能夠 順利的接成完整的雙骨DNA分子 就需要DNA 連接鎂 所以當子體正式掛上那個外原DNA 外原基因的時候 這個子體我們就把它稱為叫做蟲組 就把它稱為蟲組 因為這整個過程裡面發生了很重要的就是DNA 蟲組現象 這當然是我們認為操作出來的 所以DNA的內容發生改變了 所以接下來有了這個蟲組 蟲組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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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大腸桿菌,所以把他送到某一隻細菌去做植入動作 所以這時候擁有那個重組織體的那隻細菌就是基因 改造細菌,那如果將來你要做一些變化 那個是用其他的DNA來接收外源基因 然後把它安插到某一種生物的細胞裡面 所以該種生物就稱為基因改造生物 所以你可以基改植入也可以基改動物 所以一般統稱為基因改造生物 就是看你的操作對象是細菌,你可以直接套用基因改造細菌 是植入是基因改造植入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大致的架構 就是來做人為的DNA重組 然後想辦法讓某一個生物可以額外擁有這個基因 可是這個基因是它研化30幾億年來研化過程不曾擁有過的基因 人類身上的胰島素基因細菌不需要擁有 因為它不需要去製造胰島素 但我們把它安插進去之後呢 看看這一隻基因改造細菌願不願意接受這個基因 那就最簡單的 你接下來就去培養這隻基因改造細菌 看看它在培養的過程當中有沒有真的合成胰島素 OK嗎? 然後接下來它要去驗證一件事情 你得確定這隻細菌製造的胰島素的版本 跟人類身上製造出來的是 有相同的結構 有相同的功能 這樣子的話經過反覆的驗證 你才可以用在人身上 所以不是製造出來之後就100%是正確的 因為你現在畢竟是把比如說 真核的基因丟給原核生物去使用 OK嗎? 那我們已經講過基因調節的問題 真核跟原核基因的概念是相似 但還是有一些小細節的不同 所以424葉這個地方大致就是在講 我們可以利用質體來當做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質體是屬於細菌的DNA 所以如果你先把外源基因安插到質體上 再重新丟回給細菌 細菌會知道說這個質體是我的遺傳物質 所以我會使用它上面的基因 它上面本來有很多個基因 這樣我們偷偷安插一個額外的 所以就看看細菌願不願意把這個基因用出來 所以這樣的角色我們就把它稱為叫做載體 就是利用某一個媒介 比如說這個地方是細菌的質體DNA 這本來就是細菌的正常DNA 所以我們偷安插一個新的基因進來 然後丟回去給那個細菌 然後看看細菌要不要用出來 像這個角色就稱為叫做載體 那我們之後會再補充這個 有沒有其他的基因改造裡面可以用其他的載體 是不是一定得用質體 因為萬一你要改造的是像那個動物的話 那這時候動物細胞又沒有質體這種DNA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質體就不適合拿來當載體 你就要找群其他適合的載體了 這樣OK齁 好 那所以接下來一個明顯的問題 你看424那張圖 然後再從這個地方來看 質體是一個環狀的DNA 我現在把它切開了 然後目標基因是一個比較短的DNA分子 OK 所以它有兩頭 那你現在呢 本來呢 有一個就想像 有一根飾管 裡面只放質體 然後做 用限制每處理過之後 質體通通被切開 因為不可能只用一條 可以理解齁 反應的問題嗎 只有一條 我怎麼知道那條 到底會不會進到細菌裡面去 所以你一定是準備一堆 好 那所以準備一堆 用限制每處理好之後 我現在就是有這個圈圈切開 之後的結果 然後我也預備了一堆 那個假設胰島素的基因 那你現在把這兩個容易混合之後 對不對 那因為年輕端年輕端 年輕端年輕端 所以接下來就會有幾個可能性 就是難道 既然年輕端是一互補原則 互補上去 那為什麼不可以是 質體掛質體 我這樣畫 那你知道 為什麼不可以是質體 這是質體 這是質體 兩個切開之後 導過來就可以掛上去 你看齁 那這個東西不是我們要的 對不對 但是它可能會發生嘛 然後所以接下來 下一個問題是 那難道不可能是 那個目標基因 目標基因也是一樣 你把它導過來 然後再一掛 是不是也可能可以接上去 可是這也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是什麼 就是質體 然後接上 目標DNA 這個才是我們要的 這個不要 這個也不要 可是在這個反應容易當中 它合理可以預測的是 應該總共會有三種產部 那現在麻煩來了 你把這三種發生DNA重組過後的質體 然後給了一堆空殼子的細菌去接收 對不對 所以那接下來下一步的問題是 有一些細菌呢 它可能就是拿到 質體兩份的那種 兩倍質體的那種 然後也有可能會是拿到 兩倍目標基因的那種 那另外一種是 拿到 質體成功接上目標基因的那種 所以這個不要這個不要這個要 這樣看到齁 所以因為我們是按照那個步驟嘛 我是先做好重組質體 然後再想辦法把這個重組質體 塞給那個細菌 那塞給細菌之後呢 就變成 假設我現在預備了一堆細菌 這些細菌呢 是等著接收重組質體 可是這些細菌 它很有可能會接收到不同的重組DNA 雙子體、雙目標基因 質體叫DNA 正確的重組的版本 對不對 所以這幾支細菌放在顯微鏡底下 給你用看的 你也看不出來 為什麼 無從辨認 它只是 它通通都拿到一條DNA嘛 對不對 那DNA不是讓你用看的 所以這時候會造成一個 比較大的困擾是什麼 我如何從這幾支細菌當中 把這一支正確的挑出來 這時候就遇到一點困擾 所以後來呢 它發現多一點點技巧 你看 你在選擇質體的時候 可以去刻意挑看看 這個質體上面 有沒有其他特殊基因 什麼樣的特殊基因呢 你應該知道 細菌對我們來說 有一個比較醫療上困擾的論 有些細菌 它在質體上面 會有特殊基因 使得它可以抵抗 抗生素的破壞 所以假設呢 這個質體 我們事先挑 它帶有抗 抗生素的基因 所以到時候呢 某一支細菌拿到這樣的質體之後 它就可以在有抗生素的環境之下順利活下來 所以沒有拿到正確質體的 它就活不下去 OK 好 所以利用這種基因呢 可以來做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可是 只有抗抗生素的基因可以使用嗎 還有一個 細菌在免疫上面來說的話 當細菌進入人體之後 可能引發免疫反應 我們有可能可以產生抗體對付它 所以你也可以挑其它的類似的 抗體耐受性 就是它可以忍受有抗體的存在的情況 這支細菌還是可以正常生活的那種 所以你也可以選擇 那種植體的選擇 那個植體本來就擁有對於抗體 具有耐受性的基因 然後二選一不用兩個都有 我們把這種 植體本來擁有的這種特殊基因 稱之為叫做篩選用的基因 所以 現在等到你把目標基因安插進去之後 那個拿到正確版本的這一支 基因改造細菌 它會擁有你給它的目標基因 然後它還可以正常表現出 假設你現在是在抗抗生素的基因的話 它在具有抗生素的環境之下 它可以順利的活下來 所以你現在想像 我總共這個飾管混合加一加之後 整個飾管內總共有三種類型的細菌 然後我現在準備一個培養米 然後在培養米裡面除了涼菜 方便塗抹用 然後給它適當的養分 有基因物、電解質 然後接下來 我就把那個 就是本來總共你把它想像三支飾管 一支飾管放直體 另一支飾管放目標基因 然後這兩支飾管先混合在一起 然後接下來加DNA連接媒 讓它DNA正式接好 所以這時候 很有可能它裡面就有三種DNA 重組後的DNA 然後接下來我就把這個AD加完之後的 加到C C飾管裡面是空殼子的這個細菌 然後想辦法讓細菌去吸收這個重組DNA 這個步驟有點小細節可以提一下 因為有細菌有一個麻煩 它有細胞壁 所以DNA分子量很大 到時候DNA要進到細菌裡面會有點麻煩 所以通常我們會來一招 就是利用化學藥劑或者是用電擊 然後強迫那個細菌的細胞 細胞膜有點受損 趁它細胞膜受損的時候 它比較容易把那個DNA抓進去 不過這時候的細菌會很脆弱 所以經不起那種有沒有 我們在化學反應習慣用一個動作 那做基因改造就是不能做這個動作 要搖晃均勻一點 越用力越好 混合均勻 它就掛了 所以一定要溫柔善態長這樣子 好 然後所以AV加完之後再加到C 所以預期假設現在總共有三支基改細菌 其中有一支是我們要的 所以你就在培養裡除了基本的養分之外 特別加上抗生素 然後你就把那個 最後那個C反應完 就是細菌拿到重組DNA之後 把它塗上去 你看看 所以預計 養到三天之後 長出來的那支細菌 就會是拿到這個版本的 因為另外兩支都會活不下去 你看這樣我們就可以成功的 把那一支有成功基改的細菌挑出來 所以為什麼這個叫篩選用的基因 這個基因所產生的東西 所表現出來的能力並不是我們要的 但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額外的遺傳的特質 去把我們能夠成功基改的那支細菌給挑選出來 所以你會在424頁這個地方看到就是說 它左邊那個地方那個質體呢 它是選擇對於抗體具有耐受性的基因 所以它可以忍受在有抗體存在的情況之下 你看這支細菌是活得下去的 因為細菌沒有細胞核 還記得這件事情嗎 沒有細胞核的細胞 通常我們的免疫系統 比較可能對付它的工具是什麼 抗體啦 有細胞核的一般來說 可能會比較走什麼 細胞免疫 沒有細胞核的 或者是只是蛋白質糖蛋白這種 比較可能會是走抗體免疫 好 然後所以找到這樣的質體之後 這邊是我們預先選擇上的一個條件 然後你可以趕快去看看有沒有人貢獻 那個目標的基因 然後接下來用同一種限制酶 可以切開 而且可以產生相同的黏性端 那因為黏性端相同 到時候要互補上去就簡單多了 所以再加上DNA連接酶的幫忙中間那個步驟 DNA連接酶正式連接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重組DNA 或者叫重組質體 對不對 所以往左下角這個地方看 我們想辦法把這個重組質體植入 它這邊用引入 一般這個地方已經可以直接用植入這個字眼的 所以植入的過程當中 通常我們會預先做的安排 你旁邊可以註記一下 就是先讓 你可以用一些化學藥劑 或者用電極的方法 讓那個細胞膜細胞病歇為受除 不是要它死 只是要讓它受傷 然後趁它受傷的時候 要拿到那個大分子的DNA 會比較容易一點 這樣會提高成功機率 好 所以那個更不要講說 萬一有一隻細菌 它什麼DNA 就是三種DNA 全部都沒有拿到 那它就是一個空殼子的細菌 只擁有它的基本的染色體DNA 所以這隻細菌它當然更活不下去 所以經過這樣的培養篩選之後 就只有那個拿到正確重組版本的基因改造細菌 那個品系可以活得下來 那這隻細菌接下來 你就開始去做後續的驗證 剛講只是完成還不夠 那個基改細菌必須要能夠產生正確的蛋白質 OK啊 你現在是把真核基因丟到原核裡面 在原核這個環境當中 能不能製造出正確的版本 這個是要打一個問號的 所以現在這個基因改造作物可怕的事實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以為 你只要把基因的內容完整的放進去 理論上 預期上 期待上 就是希望它可以做出正常的東西出來 結果現在有一些研究就發現真的不是 因為真核跟原核的基因表現 那個手續還是有一些差異 而這些差異真的會造成那個 萬一那個基因改造生物做出來的東西 跟原本 比如說人體身上的不太一樣的時候 這時候會造成什麼後續的影響 有一些案例發現會有很嚴重的影響 我們等我們那個 第四段考的 期末考前的那個 空檔時間 先再給你看一些 讓你對基改有一點點警覺這樣子 看了會有一點害怕 好 那所以呢 這樣就是一個假設 所有經過驗證之後都沒有問題 那這隻細菌 可以想像那個可以賣很多錢了 所以這時候 終於就可以看到 鈔票如雪花花從天上掉下來 有人在躺著糖椅上面 數錢就可以了 不用數錢了 只要看到那個帳戶裡面一直錢進來就可以了 這樣你看 這是基改 所以 胰島素的成功的例子 你知道給了多少人夢想 這樣可以想像 你看 糖胎病的病人有多少 糖胎病病人當中 假設就只有三分之一 需要接受胰島素的治療 對不對 這三分之一全世界放大之後是多少人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能夠用一個 比如說 原本的胰島素的價格 藥物的價格 假設十分之一 我聽起來便宜很多 大家接受度就變高了 對不對 但事實上呢 那十分之一的價格當中 其實你的 你的整個生產成本搞不好呢 還不到百分之十 你想像就 這是糖胎病不學 不然怎麼這樣掉下來 所以大家在夢想尋找那個 胰島素第二春 不是有提到嗎 其實很多人真的在做那個生長激素的演講 我們就有生長因子的研究 就是 這世界總是會有人會心存遺憾 有些人是實質遺憾 他就想要用生長激素這樣子 有些人是心理層面的遺憾 他也想要用生長激素 有些人是根本沒有什麼好遺憾 他也想要不遺憾 這四箱子就是這麼多 結果你們最近又團定了 為什麼我們有辦法這麼勇敢 實在是想不通 好 好 所以那個生長激素 生長激素 我聽過真的很氣壇的例子 是真的花了20萬 長了0.5公分 那一個 他要做兩次療程 然後最後長了0.5公分 而且你就不確定這0.5公分 因為他整個療程走完之後 因為他的年紀在增長嘛 好像花了一年吧 一年還是兩 所以你還不太肯定這0.5公分 是不是因為他自然生長 聽懂齁 那這在一兩年內自然生長長出來 還是因為使用的生長激素 發展出來的 所以生長激素就是一個 目前不算是很成功的處理 因為生長的因子 實在是有一點超過我們想像的複雜 所以不是你東西做出來之後 就保證你是那個的 好 所以如果你有聽到遺傳工程 其實你主要聽到工程這種 都有牽涉到一些過程製造 方法的問題 這個就會談到工程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就牽涉到 要有DNA重組的現象 要有基因的轉值 因為你要把它塞到某一個細胞裡面去 所以原條生物改完之後 其實接下來的夢想是什麼 我們到底可以從這個技術的成功 到底可以再衍生出多少的夢想 看一下426月這個地方 星期四的任檢訊會什麼時候啊 星期四 你們一定比我早知道啊 想一次 啊幾點大概幾點會 我需要準備一袋衛生紙嗎 我需要準備一袋衛生紙嗎 你可以準備用我快遍的東西 蛤 所以今幾天有沒有人去喝母茶 知道嗎 所以我自己喝太快了 對不起 一定是我心裡面有陰影 怕你們偷偷去把它喝 我自己就喝快一點 不知道 所以我們大家會一起做到幾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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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訊就是他發簡訊通過簡訊系統發啊 所以有一些簡訊就會丟出來比較快啊 所以有一些簡訊就會丟出來比較快啊 他就分批八包 他就分批八包 每一所學校有可能就是排隊的問題啊 他沒有辦法在單一個時間同時發那麼多簡訊啊 他沒有辦法在單一個時間同時發那麼多簡訊啊 所以他一定是一批一批發出去啊 但千通的時間差會多少就不知道啊 上次不是有人好像隔一個多小時才會說到有沒有 好像有 ences 上次是個佬買人 所以說衛生紙明天就要準備啊 找才幾點 明天禮拜三 所以你說衛生紙明天就要準備啊 喝買了 我家裡剛好補貨 整袋拿來 很可怕齁 第二階段就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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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確定上不上 接下來看426頁 遺傳工程 到底可以應用哪一些層面 OK 首先第一個就是 你的目標基因要先選擇 適當的載體 載體呢 比方說如果是原核生物 原核生物就可以選擇 肢體 當然你要基改的對象是高等動物 OK 動物目前來說的話 有一個載體 還算是可以用 就是利用病毒 因為有一些病毒它具有淺容性 就是在它感染的時候 在它感染動物細胞之後呢 它會把它的那個DNA 安插到那個動物的染色體的某個地方 那這種偷腸的小動作 就可以讓我們做一件事情 你先去把那個目標基因 掛到那個病毒的DNA上面去 然後接下來呢 再讓這支病毒 你要選那個病毒 破壞力不強的 我們不是要得病 我們只是要利用它這個特質而已 所以你還要找一支溫和型的病毒 然後接下來呢 把這個基改過的蟲組型的病毒 讓它去感染比如說配胎幹細胞 然後接下來呢 讓它有機會把那個 我們透過它幫忙攜帶的DNA 安插到這個染色體上 但同時你也有個代價 這支病毒的DNA是不是也進去了 OK齁 所以這個病毒一定要謹慎拆選 因為已經有一些實驗 就是這樣的實驗裡面呢 它發現就是說 那個病毒就是 你也不能要求它 這個染色體上呢 那個空白的地方那麼多 對不對 你就找空白的地方安插 那病毒才不關你這件事情 它有時候就意外的安插到那個 有特定基因的地方 而破壞的 原本有一個正常的基因 所以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但是這是風險 所以挑選適合的質體是必要的 那所以你現在看這個圖 先往 我們先往左下方這邊來看的話 所以如果這個 這搞定之後呢 你現在有了適當的質體 然後呢把它植入到 比如說你現在呢 是原核生物 所以你現在就有一隻假設基改細菌 那這基改細菌你可以去做什麼用 是不是可以直接生產 因為有可能是 那你就直接透過這個細菌 它把這個基因用出來製造某種蛋白質 而這個蛋白質也剛好符合我們的需求 所以你就只要去做分離純化 這樣的步驟就可以了 OK 那可是有時候 其實我們要的 並不是這個蛋白質 而是我們給了這個 原核生物一些特殊的能力 OK 好 所以你可能可以利用這個細菌 去做什麼呢 去做一些環 環保上的運用 比如說那個有幾個例子裡面 但是有沒有商業化 我不太確定 所以它們把一些能夠在重金屬環境下的這個細菌 透過基改之後 讓它們對重金屬的耐受性更高 然後吸收重金屬的效率更好 OK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樣的基改細菌 去在那種污染的水域環境裡面 然後釋放 然後讓它在這個污染水域裡面大量繁殖 然後幫我們吸收這些重金屬 所以接下來你再去想辦法把這個細菌回收 OK 所以後來有人用了一招 我覺得這道真的是很聰明 可是這隻細菌到底有沒有上市不知道 因為基改生物 如果亂釋放到自然界 其實是一個 目前想到就會覺得有點可怕的事情 那有一隻細菌呢 它可以吸收一些好像是重金屬 然後呢 它們就把那隻細菌的基改 然後讓它同時擁有吸收鐵子的能力 你看齁 所以它在這個環境當中 就會吸收特定的重金屬 也會吸收鐵子 OK 它怎麼回收 就是用雌性的物質去吸收 你就把它放上那個自然界 就是比如說這個水池裡面 有重金屬污染 你就把它放進去 讓它生活一段時間 然後接下來呢 用雌性物質把它吸附回來 這樣就可以把那個真正的重金屬除掉 而不是只是吸收到細菌體內 因為細菌的生長周期還是有限 它死掉之後重金屬不是又流落出去嗎 對不對 所以用這個方式就可以回收 那有一隻那個基改細菌的話 可以用來除那個原油的汙染 它那個很神奇 就是有點像那個 如果你有做過面膜的話 就有一種那個面膜是 一開始是乳液 它臉塗一塗 然後放了20分鐘30分鐘之後呢 你把那面膜拔下來有沒有 它是細菌的使用方法類似 就是那個海面上有原油汙染 你就把那個細菌呢 它做成了那個內包紙 它就把它噴一噴 然後它就會在那個原油上面復活 那它再多長一點數量的時候 那個原油呢 就像一片面膜一樣 所以就找一個那個拖網船 然後把那個原油整片這樣拉回來 那其實這種都是不錯的處理方式 所以直接就是利用那個細菌的能力 來幫我們做一些工作這樣子 但是這種就是風險的問題 你真的不知道這隻細菌它到自然界當中 我們已經創造一個怪物了 那這怪物到自然界當中 會不會再衍生出其他的怪物這樣子 所以它有風險控管的問題 所以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可以去做一些理論的研究 比如說像那個乳糖操縱組跟色胺酸操縱組 難道我們對於細菌的基因調節真的都十分清楚嗎 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 我們可以透過這些基改的微生物呢 再去把這些探似清楚 但事實上可能還有再進一步挖掘的可能性的這些理論 再嘗試的更清楚一些 所以這樣也是一個 所以在大學裡面事實上 做基改的實驗真的是 好像已經列為是某些科目好像是生化還是分生的基礎的實驗項目的 但你這樣真的會發現它很無聊 就是A加咪然後B加西然後塗一塗 然後看結果這樣子 真的 就是大概這樣 好所以接下來 原核做到一定程度之後 大家當然會不滿足 因為只玩原核 那真核就真核不同 所以接下來下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真核怎麼玩 先用它有關的 原核生物裡面他們後來挖到一個堡 有一隻感染植入的細菌叫農感菌 這個是農業上面的致病性的細菌 然後這隻細菌也是很古怪 它會在感染植入之後 把它的部分的基因 偷偷安插在植入的染色體上面 OK 所以接下來 你先去選一個 濃感菌可以使用的質體 比如說 寫在這個地方 TI質體 好 那所以呢 你現在在載體的地方 你特別去選 眾多可以用的質體當中的TI質體 然後先把這個質體重組 好 然後接下來 那至於目標基因是什麼再說吧 好 所以有了重組的TI質體之後 你再把它植入到農感菌 然後呢 利用農感菌去感染植入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得到基改植入 而這基改植入的用處就是優點是什麼 你可能可以因此創造出新品種 那這新品種一定有它的優點在 比如說 你希望它抗蟲 然後 然後或者是抗某一種 這個感染性的疾病 然後甚至於 讓它刻意抵抗 對抗農藥 對不對 那因為它對農藥有耐受性 所以我現在用 使用農藥的時候 就完全就不用擔心了 對不對 比如說 你現在種的是這個雙子葉的作物 對不對 那如果你使用雙子葉的農藥的話 你一噴下去 連作物都死了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 新品種賦予它 對抗那種農藥的能力的話 這時候 田間有很多雙子葉的雜草 對不對 那雖然你種的是雙子葉的植物 可是它基改過了 所以你就可以放心的用這種農藥拼命噴 所以這作物不死 但雜草都死了 類似想這樣子 其實這樣更可怕 所以這樣農藥的話 一定殘留量 土壤殘留量一定會過量 OK啊 好 那這個其實也有提過一些 比較有趣的想像空間 覺得有時候科學上面 這個想像力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比較欣賞 其他的那個 有想像力 但還沒有做出來的做法 就比如說那個打疫苗 以前有講過嗎 對不對 打疫苗 疫苗本質不就是蛋白跟糖蛋白 對不對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那些 那個疫苗的 關鍵成分的基因的話 然後先把那個基因 植物到植體 藉由濃感菌 帶到植物體內去 對不對 所以從此之外 這個植物不就是可以產生 那個疫苗的那個關鍵成分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把它植入香蕉 香蕉當中就會有那個 那個 疫苗的這些蛋白或糖蛋白 對不對 所以以後那個打疫苗 沒有打疫苗 叫吃香蕉 吃疫苗 類似像這樣子 只是科技始終要有人性 所以不喜歡香蕉 我們提供蘋果草莓 或者是那個 榴槤的口味 就如此類的 我就比較喜歡這種創意 但還沒有做出來 所以以後看看 所以在圓核的衍生性的變化裡面 就是 如果你挑選適當的圓核生物 我們還可以利用這個圓核生物 再進一步去基改植物 所以這樣的話 就可以在農業上面 可以創造新品種 所以那個 我下一次會給你們 不是 期末考前 比較空前的事情 我會給你們看一下 因為台灣的木瓜 其實是一個算是 也是高價值的經濟作物 可是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木瓜雖然不是很容易有那個黑點 那是病毒感染所造成的 那這個第一個是影響到品項 就明明那個 其實 比如說果肉品質非常好 就是因為那個品項不好 那整個那個價格打折扣 所以就有人有 好像中興大學 都要是原藝系 一個老師 然後就研發了一個基改的那個 木瓜品種這樣子 然後農業會一直不放手 那就很落寞 因為已經撐了十幾年了這樣子 所以以後做基改還是要小心一點 就是只要那個 相關的管理單位不放手的話 你就是手上握這個 因為他們還是很擔心 事實上你現在在吃很多的 像大豆應該不知道 那大豆黃豆很多都已經是基改了 有些水果是基改的 而且那個 最殘酷的就是說 有些基改人 不知道他有沒有基改過這樣子 事實上你這樣已經在吃了 好 OK 所以 基改作物的話 確實是一個議題 那怎麼用 現在已經有看到一些負面的效應 所以要怎麼用 是不是真的要完全禁止 還是說要妥善管理 這個討論的空間 所以接下來 談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那如果我要基改動物呢 基改動物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病毒 然後呢 把目標基因 帶到動物的 一般的幹細胞或者是胚胎 然後利用胚胎的幹細胞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得到 可能 就是 組織 或者是器官 然後或者是個體 好 所以用比較熟悉的 假設你現在基改了一隻動物的話 然後 這隻基改動物 比如說他生產的牛奶 含有 人體的生長因子 所以以後 你喝這樣的特殊牛奶 你就直接獲得了生長因子 當然其實這個生長因子 真的要發揮效用 所以他們也是在夢想這種 以後 也許 所謂的 施打疫苗 只是喝一杯牛奶的簡單事情 這樣狀況就簡單多了 所以科技還是要有人性 那 可能有特殊的目的 我們會希望賦予 某些人體 特定部位的組織或器官 也擁有這樣的基因感造 那他最 呃 了不起的 應該是說 最夢幻的一個應用 可能是要做什麼呢 因為你既然可以把目標精 帶進去 我們可不可以讓一個 有遺傳病 高 呃 就是得到遺傳疾病的 高風險的人 呃 呃 那這對夫婦 可能會生下高 遺傳疾病高風險的小朋友 那我們趁著他 胚胎還很小的時候 把那個正確版本的基因 帶給他 來去做什麼事情 基因治療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想辦法把那個正確版本的基因 帶給那個可能有遺傳 很有可能有遺傳性疾病的這個 受精卵發育出來的胚胎 就有可能幫他做遺傳疾病的適度修正 所以還可以再衍生出基因治療 所以基因治療其實 他概念上是相似 但是他目的上面來說的話 他不見得是要改造一個生物 他可能是要去改善某個遺傳疾病的人 他的遺傳表現 所以這些基本上都是以廣義的遺傳工程的大方向的引用 這樣OK 好 好